生命电视与你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夫子菩萨莫萨以种种车称宝言词 奉识祝佛 祈祝菩萨四掌三有 身为圆决如是无量种种辅贴 乃自贫穷孤陋之者 持住人证会从远来会从近来 会从菩萨明文过来 会是菩萨因缘过来 会文菩萨往昔所思思愿过来 会是菩萨心愿请来 菩萨四十 会是宝车 会是金车 西庙庄严 领往浮上 宝带催下 会是丧庙流利之车 无量争取一位严丝 会复赐于白人之车 服予金王 驾以尊毛 会复赐于无量找宝所庄严车 服予宝房价以相向 会复赐于赞潭之车 妙宝未论 炸宝未盖 宝石子座 复制言好 百千财女列作其上 失望丈夫千玉而行 会复赐于流利玻璃宝车 纵扎妙宝有严丝 端正女人充满气壮 宝丈夫上床翻四车 会复赐于马脑账车 思议纵报寻触砸乡 种种妙化散布庄严 百千财女 持宝应乐驾驭军条 舍险能难 会复赐于坚固乡车 宝未论庄严俱严 宝丈夫上宝丸催下 种种宝与福不起庄 清净好香流分外侧 七香美妙成业人心 无量仲天一冲而下 大义仲宝随时思雨 回复思雨光明宝车 种种妙宝庄彩与妙央车 珠宝网网络迷法持罗夫其上 招宝应乐周朝垂下 三亿墨乡内作分节 内外分节 所在男女西在池上 这个是菩萨师的很多宝车 供养的宝车 这里头这些文字 跟着向下现代情况 你没法想象 也没法比例 十万人拉个车 哪有这个路啊 是不是拉个车走这个路 咱们的公路容纳不下 而且呢 现在我们都不要这个车了 汽车 火车 飞机 这是形容 这是供养剧 所示的是什么 车 车的形状总总不同 车的配属 同时呢 驶着车 车上还有驶好多美女 这么理解 这是说菩萨供养一切死者的 有缘的 能驱逐 往昔有缘的 应受死者 他在奉使啊 所示的东西 明他供养 或者布施 这些情况 说实的物质 如果 看那个 余歇斯的论上讲 布施 还要有分别的呀 不能给给众生的喜乐 那不倒是众生 不能得度 反倒堕落了 不能施于美财 这项施于女人呢 还是美女 什么意思 有些个 不应施于的 不要施 那你说把这个文字 用到我们现在上 完全做不到 文字里说呀 前头也讲啊 布施的 连自己 妻子 儿女都说 但是在于歇斯论上说呀 不能施给那人 不可以施给冤家 不能施给罗朝 施给那人 那也都不可以 华严经不是的 华严经 普遍施语 能施者 是这些大菩萨 含义呢 上供诸佛 下侍众生 大多数是供佛的 不施的时候 这些大菩萨故事 这些车的时候 他能知道 对于受死者 有利益没有 没利益 不会施舍的 不会给他呢 同时也没有 什么没有呢 你这么现实的情况 不可能 这些说的都是事啊 不是说的理啊 事上没有这些事 这是菩萨在 施舍的时候 中的福田 华严经啊 不能跟四件事来比 先跟大家说明白 从我们 从我们 这个国度 建国以来吧 这种布置的没有 是做什么 讲呢 做意境 意境 假设 菩萨 当你布施 实话 对众生 有损脑的 那你布施 有什么用啊 那不能布施的 对众生 没损脑的 让他得福田的 那要使 像我上来念的 这个经文当中 有很多对众生 有损脑的 菩萨不会施舍的 施的是无言 那你对一些众生 施个神 施美女 那是无言的 菩萨施的那些美女 不要做美女看 是道友 受试者能受调化 得到利益 是助到姻缘 这个到经文呢 大家随着经文 想想就行了 这个咱们这世间上 没这些事 不做比例了啊 不做详细讲 主要是这段经文 是说供养佛的 什么都供养佛的 这样是 菩萨 大菩萨 莫萨 那些事物 不是像咱们想象的 要有形象的 也不是没形象的 刚才就说了 得有那个私缘 不是也得有因缘呢 没因缘了 他不能领受啊 用这个美妙的 种妙宝车 是供养佛的 知道这个含义就行了啊 这不再做劫子了 以此上 我应该入世回向 主要是说 不是为了回向 咱们现在这一段经文 十种回向 这经文呢 篇幅也很多 咱们现在才开始 讲到第一半 第四回向才讲完 还有六个回向 回向的含义 用这个布施 布施的善根 回向 这是主要的啊 这才是主要的 那物质的供养啊 那是以那个供养具 供养的善根 用那个来回向 回向 自己 他人 一些众生 把私的功德 又回向给众生 让众生啊 一心像佛 对 这样理解经文啊 理解它的含义 以此上 若是回向 怎么回向呢 所谓 愿一切众生 西就供养 最上福天 让一切众生 明白 西 西当全的 不遗漏的意思 解 解就是了解 明白 明白 供养具 得到的 师一定有回报 回报就是福天 以下呀 文中啊 经常入一个田子 代表 回的福田了啊 几道 这个回向的福田 就是啊 我供养了 有好处 那我把这个好处呢 又拿供养福 这叫回向 说这个好处 到我身 我又把他 回向 祝福 神信 是佛 得无量报 供养福呀 那个 报 那个回报 更大了 回报是什么呢 能成功上道 愿意 这种上 一心向佛 那么 以我这个供养的 善根功德 让一种上 不生二恋 一心向佛 这向佛可以做 两种解释 一种向佛的果德 向祝福的 所哄法度众生的 二种向佛呢 就是向觉 第一心向着觉悟 就是我心向着觉悟 我要觉悟 就这么个含义 那你常识得到 遇到 无量清净福天 本来是供养 不求回报的 什么供养啊 不要有个回报的心 但是这华英 这段经文所讲的啊 他是回向啊 让一切众生啊 向什么 向佛 让众生也入室学习 也入室回向 做一件好事 马上就回向向祝福 向祝福的 不要三心二恋 要一心向佛 那你得到的 无量的福德 什么福德呢 清净福天 愿意的众生 就住入来 无所吝行 众生在供养三宝 供养佛的时候 不要有第二念 前头说讲一心呢 怕你有反悔 反悔是什么 舍不得 想供吗 有吝啬 就利息 成就那个 舍心 舍什么 舍一切烦恼 一切物财富 全是烦恼 得什么呢 得到清净福天 得佛果自在 除烦恼 正福天 使得恋赛 恋赛是烦恼 得到的是福天 这样怎么 趋向于佛果 无奈泄脱 一切自制 得到如来的 那个一切自制 跟那第四愿 跟这第三愿 两个和解来说 没有吝啬 得到的 泄脱 得到成就佛 所以 纵上 在供养佛的时候 这个所修行的 舍就是诗 不要求二成 不要求圆绝 说了生死 不要了 不止分断生死 分断生死 是一段一段的 要了变一生死 就是成佛 见怎么 离二成愿 不要希望二成 咱一般的回向啊 啊 说求谢托 得孽 了生死 要分清楚 你了的什么生死 所以 当你回向时候 发愿了生死 要求究竟佛国 或者看小说啊 或者看学小生法呀 那是想得到二成国 这环境完全变了 环境不没有二成愿呢 愿都是佛国呀 说得到无如来的 无奈的 解脱的 一切自自 你看一切中生 与住佛所 心无尽失 什么叫无尽失呢 失舍的时候 讲自己所有 一点不盈余 没有留下一点的 全部 无尽 这叫无尽 无尽有个名字 就截 尽失 截尽失 全都供养了 那这个福都大了 这福都大了 不是物质多少 舍的是心 咱们呢 在那供佛的时候 往往往的 是在物质计较 心呢 没有想 咱们例如说吧 你包红包里头 包着一毛钱 红包里头包着一百块钱 这一毛钱 给一百块钱差好多呀 差一千倍呀 如果这供一毛钱 这个人 他心里头 他本身就没有钱 他在发的大愿回向 兴起所有了 都供养了 给你供养一千块钱 那个供养一万块钱 他心里头没有 没有回向愿 心里头 没有在供养一毛钱的真诚 两个功德哪个大呢 这一毛钱很穷 这叫洁净 供养一千块钱 一万块钱呢 他的舍心 他的供养心 不够 那他的福田呢 不如供养一毛钱的 那我们一样磕头 你磕一个头 人家磕一个头 人家磕一个头的时候啊 是进须一功 骗法界 供养一切祝福 一心 没二年 这那礼拜 说礼拜 说佛就是我自心 我自心就是佛 自他不二 佛跟我自己不二 进修功 骗法界 没有地点 没有条件 没有时间 这一礼啊 给你磕一万块头 你没做如实惯想 我是在礼佛呢 磕下去了 那两个功德就这样算呢 所以在供养的时候 为什么夹着回向啊 这回向讲的很多啊 十度十个回向 就是我们学 学你做任何一件事 把它心量扩大 功德无量 功德量 你很举狭小的 心量没有学 不知道回向 供佛的时候呢 那向佛了 都把这个向佛的功德回来 又向众生 向众生 那你这得的福田呢 不可思议 就上供下施 愿一切众生 与祝福所 心无尽思 就是我刚才讲这段 就讲这 心无尽 这个呢 你能得到什么呢 得到 佛的 祝福的 功德 智慧海 祝福的功德 智慧海 愿一切众生 一盆花是有限量的 很小 但是啊 你用你的心回向 说这盆花 尽需供骗法界 如果你走到的花园 你到的花室 带你供着这盆花 做代表 你把那些个 全部都收拾 那一面中来 用你的思想 都供了 说那又没有形象啊 也没有物质啊 这个比那形象 比那物质 功德和大德多 这叫无相法门 就是以心供 心供 这个无相的 有相的 花谢了 或者花坟打了 没有了 你这个心供养的 不会坏的 坏不到 大家不尝试这样惯呢 理解不到 当你供养 或者你修行 或者念一部经 那法供养 念完了就回向 你经常这样 回向久了 回向十年二十年 你才知道 那就渐渐能入门了 入门了 就入了这个 供养的法门 你也得到加持了 要这样 常识修惯啊 这是惯性的法门啊 不是物质啊 物质是表 表法的表现 你不夹一个物质 你供的事 你夹个东西啊 才能把他夹大啊 说供养花 供养果 如果你什么供养去都没有 那法供养啊 法供养怎么供养 要念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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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养是众生 这你真正学到华严了 把印和事 印和事啊 把它变成理 把那事啊 变成理 这就是把我们自己 现在是种上 把他变成佛 心变的 那你经常这样像佛呀 一定能成佛 那跟你比从事进修快得多 是从理上来的 说入佛的无量功德智慧还 愿这些众生 入佛圣自 得成清静 无伤自忘 假一个供养的功德 我说回向 说愿这些众生啊 都能成佛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 都能成佛 愿祝 愿这些众生 得佛骗自 无奈神通 佛自一些错 神通无奈 不动本地 谁所欲望 眉不自在 只心里一想 想到什么地方 就到什么地方 咱们呢 想 咱们能做到 通呢 通不到 为什么呢 幼体去不到 佛呢 他一作业 他都到了 也能在那视线 也能在那教化作生 也能在那说法 但是还没离开 他本处 不离本处 骗自释放 这就含义 神通自在 圆祭祖宗生 深入大乘 怀无量 是难受不动 这个为什么 讲个深入大乘 不是菩萨 一般的菩萨法 不是二乘 更说不上了 是大乘 乘者是运载意 把你这个心 运载到乘佛 就叫大 大方广的大 就大方广环境的大 大就是我们的心 就是祝福的心 运载到我们的心 大乘法又叫心法 这时候 你得到五量字 就得到佛国 难住不动的 运载纵上 皆能出上一些智法 你看一切中上 都能开大智慧 这个智慧 法是绝 有智慧 才能印的法 有法 才能使智慧开 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现在咱们念经 这是这 也是法 用这个回向 回向佛国 能够深入 深入大乘 有成就佛国 因如这样子 你出生去自法的时候 开大智慧了 才能给众生做最上的福田 才能真正的利益众生 不是说 给众生 给众生一点财富 给众生 或者众生受了 劳难了 给他消消灾 这是个过程啊 这得的好处不太大 你有神痛 脑壳痛了 让他不痛 不痛完了 他得到个什么 得到个不痛 原来他就不痛 假是这么比喻啊 别把这一当 你给他财富 给他的房宅 给他住宿 他解决不到问题啊 他不能了生死 他也不能挣到 大波涅槃国位 约细约上 与祝福无贤恨心 秦中散传 乐去佛子 这个文的 专指是那些个 不信三宝的 那些烦恼重的众生 他对祝福说 有贤恨心 有贤恨心 还能求佛的智慧吗 就不能了 与祝福说 无贤恨心 我们这四宗弟子 现在在这都是信佛的 当然对祝福 没贤恨心了 这句话呀 也包括我们在内 当你烦恼的时候 业障来的时候 你就抱怨了 有贤恨心生了 佛妹家子 我出家这么多年了 或者到你那个 在庙里住着 或者道友之间呢 或者老师之间呢 管理的人员呢 对你生了烦恼了 你就说 对佛有生贤恨心了 抱怨心 对一字众生 有贤恨心 这是我们都存在的了 对一切祝福 不要起贤恨心 这包括很广啊 不论你出家而中 说待这个庙里中 或者再家而中 到寺庙里来 你到寺庙里来 或者资格式 或者管理人员对你 稍微不随你的意义了 你马上生贤恨心了 因身而即佛 贤胜这个观 照顾你不周到的 你想 哎呀 佛 佛庙里还有这些事 我听见可多了 这都叫贤恨心了 这贤恨心 有嗔恨心一部分 你如果生这么一个心 你到这来 所有功都全没有了 一面 称心起 百万账门开 那些个 你那个业障 无量劫来的烦恼需求 趁虚而弱 趁虚而弱 不但你得不到好处啊 那坏处可就圆大圆大了 平常为了一面的 贤恨心 所以把你过去的福德 全消失了 因此啊 特别慎重 吃中的意思 都有 那你的善根呢 就不清静了 不清静了 我们有时候 我们道友之间 犯错误 好像非常容易 不知不觉的 有啥呢 烦恼习气很重啊 一碰这个因缘 马上就生了 善根呢 很难啊 陪着善根很难啊 这个都说的大菩萨 金刚床 跟这些菩萨说的 回向菩萨 咱们把这弦很弦 来回向吗 那回向越来越大了 不是这个意思 说 众生 你在的佛所 不是指对着佛啊 佛所有的 所有道场吧 特别是末法道场 末法道场 千万可没有 起坏心思 非常注意 咱们说是佛门 就是佛门 不错了 是福田之地 送福田 善根之地 培育善根 但是造业也很大呀 知道吗 为什么说 地狱门前 神道多 和尔老道 下的地狱很多 就这个话 这话也是警惕的话 告诉你们注意啊 应当注意 注意的 不要随便的造呢 说你得佛门 想求智慧 想求福德 福德还没求道 因为没有智慧 于此 烦恼中 到佛门当中 造了很多的业 我这是福代说的 黄安经可没这个 黄安经没有这个 反正 功德 是骗的 是很大 那相反的呢 你的错误 他也很大呀 量大福大 量大了罪业也大呀 为什么说 知识越丰富 越有知人 他造的业 比那梅子人造的业特别大 原因就是这样 原因 你勤众善根 应当永远 乐求与佛的智慧 这些是愚慈 咸恨心就是愚慈 愿意怎么说 应运 能往一切佛上 一刹中 一刹中 普逐法界 而无欠卷 应运 怎么应运法呢 是自言的 明明阿弥陀佛 自言升到 极乐世界去了 能够 往一切佛上 靠着什么呢 靠着你不懈怠 闻到佛的名号 没听到的时候 有那善根深厚的 他一闻佛名号 精进的不得了 一下他就生了 像咱们六祖大使 听着一个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他是听到 他也没文化 也没有什么 砍财啊 养护他妈妈 到山上砍财 背着财到寺里头卖 就这么大一个 没念过说 也不印的字 卖财的时候 把那财货 立到人家的房子底下 听到那楼上的人呢 面金刚进 西伯迪问佛 怎么住心 怎么生心 佛告诉他 因无所助 年轻人还没有等 还有不见得明白啊 得比一些 这个卖财户的人 开了大物了 就是慧能大使 开物的情况 其实不是他 现在一生修的 他无量的许席 成就了 一念之间成就了 这就是 应运能往一些 佛刹的时候呢 说 愿一些众生 可不是众生能达到的 这个行菩萨道的人 大菩萨 人们石会像的菩萨 那金刚床 所说的这些个菩萨 愿就是发愿 菩萨发愿 说愿一些众生啊 能够到一些佛国都去 是一刹诺宗 你假日升到佛刹去了 咱们念那个 弥陀经上说呀 早上吃早饭 到了很多的佛刹 都是供佛去了 普逐法界 但是靠精进呢 不是懈怠啊 懈怠了 疲倦了 到不了的 愿一些众生 带得菩萨自在神通 分身遍满等虚空 一切佛所 亲情供养 这跟上的文字 是一样意思的 就是带得 就是积德 就求得了 愿一些众生 能够得到菩萨自在神通 神通自在 那么分身 骗满虚空界 一些佛所 愿一些众生 都无比身 偏往十方 无比倦 无比身 还是说成佛的意思了 乃至大菩萨 无比身 什么无比呀 福德 智慧 愿得智慧身 智慧身就无比了 智慧身 身体就是智慧呀 没有障碍了 还有什么障碍 愿助众生的广大神 这个广大神不是神亮啊 不是神亮 有大有广 不是那个意思 广大神 什么样最广大 法神 报神有局限的 千丈只有千丈吗 千丈如所诺 那只有千丈啊 他不能到一万丈啊 智慧就不同了 一万丈十万丈都可以 这个大帝的正常解释 广着普遍意思 他能够飞行随意 从无泄退 说再不退多了 成就了 就到了 灯地的菩萨 才能不退 前头的呢 本来到十座菩萨 就再不退了 那个不退 是不退的凡夫 再不堕三徒了 灯地的菩萨 再不退 是不退的法神 法神误得了 再不会失了 非神术即 谁说啊 中无泄脱 不会泄大量 不会再退多的 约瑟宗生 得佛究竟自在为力 一刹诺中 尽虚空间 西现祝福 神通变化 这跟千万一样的 约瑟宗生 修难乐性 谁说一些 诸菩萨道 这个不同了 什么叫难乐性 所有一些动 一些动 都在难乐之中 没有忧患 没有忧悲 也没有苦恼 菩萨对众生的时候 观世菩萨 大悲心流落 看观世菩萨 又尝试悲体 悲体众生苦 实现的 不是真实的 大菩萨度众生 不见众生相 随众生员 而动众生 他见着动生苦 灵敏众生 不能直到 入梦幻抛影 所以他因为实在的 菩萨看的 不是实在的 所以菩萨度众生 要把众生 当成实在的 那菩萨不就苦了 苦了还能度众生啊 自己还没度到呢 因为这样子 菩萨他有神通 有自在 他是得到了 无比神 往十方 没有倦怠的时候 他对众生 想到哪去 一作意就到了 所以飞行术节 随意自在 但是不没有懈怠的 没有退堕的 怨悉众生 得佛究竟自在为力 一刹懦中 尽需功绩 需能 现 祝福的神通变化 他也能现 怨悉众生 修难乐行 难乐没有烦恼的 没有苦恼的 这些同事都一样的意思啊 随着一些祝菩萨道 怨悉众生 比如树极行 树极行跟前套 飞行数据 一样的意思啊 因为他要 成就二十愿 文字啊 料为变化一下 二十个大人 但是都是怨众生 怨悉众生 普如法界 十方国度 近边界 等无差别 怨悉众生 行普 闲行 无有退钻 行普贤的法门 那叫普贤横 行啊 就是修行 修行普贤的法门 容不退钻 谁说普贤转呢 普贤不是加持力 每天 如果道友有信心的话 相限 送一卷普贤横圆品 你想生极乐世界 想做什么都可以 普贤普贤都能成就你 没念后 就念普贤 到你临终时 普贤普贤不能送到极乐世界 上品上升 都要避难成一字 普贤一普贤的愿 愿行 一定达到你成佛 愿意送上升无比智慧之成 随顺法性 建入实力 就是建自己的法神 成就法神 这一共有二十愿 这二十愿什么呢 回向 为什么在华文经讲这个愿呢 讲这回向啊 讲的很多 咱们现在才讲的一半 还有一半 咱们平常啊 这学习行为当中 很少回向 走路上 看见众生 不能看见什么 马牛羊鸡 像畜生也好 飞行也好 于别瞎见 海里的也好 遇到什么众生 都要发愿 这十回向里头 就见着他 马上想起来 想祝福功德 想得众生的苦难 马上就给他回向 把祝福的 功德 转向给众生 中间你这介绍回向 当然你自己也得到了 自己向个什么时代 那时候我们东北啊 没有煤炭 也没有电力 现在还是这样 能存还是这样的 烧火的时候啊 那包连杆杆啊 玉米杆杆啊 高连杆杆啊 拿它烧火 烧火那火 不见得好烧 它不大啥起火 另外拿个木头棍来调 但这可不是烧木头棍 木头棍不烧 调火的 等你把火烧完了 烧个一回 两回三回 这木头棍天天烧些一点 自己也烧了 我今天想 菩萨行菩萨道 看着菩萨好像没修相 都在度纵上 其实他自己 度纵上 也把他自己也成就了 也烧完了 这是比喻的话 说我们好多道友们 哎呀 说给人家讲 或者帮助别人 那我自己呢 你帮助别人 正是在帮助自己呢 不要因为我是帮助别人 回向给众生 你自己不在内吗 当你回向众生 你是不是 愿众生都成佛 愿生 你能有这个想法的 你在干什么 你自然就随着众生消化了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 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 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华言 立红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读众 利乐有请 认识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有见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实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害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30万3025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 共12311次 皮草的代价 动物皮草 被称为时尚中的极品 是财富与高贵的象征 然而 你可知道 那一件件漂亮衣服 背后的鲜血淋漓 动物身上 那美丽的皮毛 原本是保护它们的 如今 却变成了 把它们送上 死亡之路的单程票 而幕后的指使者 正是用力追求 所谓的时尚美丽的人类 妈妈 我已经不可了 你快带我去找蜂蜜吃吧 宝贝 妈妈已经答应你了 今天一定会让你吃到香甜蜂蜜的 因为我早就找好了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就有一个大蜂窝 妈妈 你是说真的吗 当然了 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宝贝 你放心好了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 就一定会做到的 嗯 我的妈妈从来都是说到做到的 妈妈 那我们快去吃蜂蜜吧 好的 小宝贝 我们走 什么声音 妈妈妈 妈妈你怎么了 你快走 这里有猎人 妈妈 我不走 你不会有事的 你答应过我要带我去吃蜂蜜 你从来都是说到做到的 宝贝 对不起 妈妈这次要食言了 哈哈 今天既然打中了一只大家伙 我们发财了 你看 那儿还有一只小家伙呢 把他抓住 没给马戏团 也能赚一点 宝贝 快离开这里 妈妈妈妈 快走 离开这里 可恶 哎呀 这只熊还没死 天呀 吓死我了 看我的 阿熊 你干什么呀 我让他死得彻底点 免得再爬起来 抄我们攻击 哎 真是可惜这一张熊皮了 你把一张完整的熊皮 打成了这个样子 真是太可惜 原本这张皮 可以做一件大衣的 现在看来 也只能做一顶熊皮帽子了 我也是没办法呀 好了 赶紧把他的皮剥下来吧 妈妈 我好想你啊 说起海报 人们首先想到的 是其温顺可爱的样子 以及光洁的皮毛 正因为如此 他成为不少人 捕杀的对象 天哪 怎么会有这么多海报皮啊 这里可是海报毛皮 最大的出产地呢 这些皮毛 可是欧洲女士服装中的 抢手货呢 为了他们的皮毛 而将可爱的海报 大肆宰杀 也实在太残忍了 难道政府不管吗 在有些国家 捕杀海报是合法的 住在沿海的居民 大约有一万多户家庭 以此为生 每年春天 正是猎杀海报的季节 什么 政府竟然规定 猎杀海报是合法的 怎么能这样啊 不行 我要想办法阻止 这种事情发生 在动物保护者的努力下 有些国家的政府 宣布把捕杀海报的数量 控制在每年一万五千头 但由于近年来 世界海报皮市场 需求量大增 捕杀海报数量 又逐年回升 近三年 猎杀的数量 就将近有一百多万头海报 这意味着 每出生三头海报 就至少有一头被杀 有时候 人道主义的力量 不及虚荣的千分之一 无论任何时候 美都不可以用杀戮的形式存在的 在中国 有一种动物 也因为捕杀 而面临灭绝的危险 那就是藏羚羊 藏羚羊的羊绒 制成的披肩 被称为最精美 最柔软的披肩 但是这么一条披肩 却是以数只藏羚羊的生命代价 而制成的 老大 藏羚羊真的会出现吗 当然了 这里可是藏羚羊前夕的必经之路 嘘 你看 那是什么 好多藏羚羊 我们今天可要发财了 阿松 动作快点 赶快将它们的皮剥下来 要是被执法人员发现 可就糟糕了 每年被盗猎的藏羚羊数量 平均在两万头左右 此外 由于盗猎活动的严重干扰 藏羚羊原有的活动规律被扰乱 对族群繁衍造成严重影响 藏羚羊族群数量急剧下降 近几年来 再也没人见到过 数量超过两千头的藏羚群 在许多昔日藏羚群聚集的地方 如今只能看到灵星的藏羚羊 这些盗猎者真是太可恶了 他们难道非要把这些藏羚羊杀得灭绝了才甘心吗 这都是利益驱使 要知道 藏羚羊的毛皮价格非常昂贵 为了钱 那些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如果那些使用藏羚羊毛皮的人看到这一幕 那他们一定不会选择这种残忍的皮肩了 因为再尊贵的皮草 也遮不住人类的贪婪 冷酷和无耻 全世界每天有三十八万四千只动物死去 他们的头脑将被用来制作服装和其他产品 全世界每年都有两百万只猫狗被杀 皮毛被取来做衣服或者皮包上的装饰 全世界每年有多达七千万只兔子被屠杀 用于生产服装 每年因时尚产业的需要而被杀死的动物 可以用无计其数来形容 如果你因为看到上面的资料而冷汗直冒 那我要告诉你 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皮草工业 85%的皮毛 都来自于被囚禁在皮草养殖场的动物 这些小家伙可都是我的摇钱树呢 最近貂皮大衣的价格可是炒得非常高 老哥 难道这些貂从一生下来就住在这么狭小的地方吗 当然了 难道我还有更大的地方让它们生活吗 但是貂是一种独居的动物 在野外甚至可以盘踞超过一千公顷的土地 可是 现在 它们只能和许许多多的同伴挤在这么狭小的笼子里 这对它们来说 真是有点残酷 也不知道 它们怎么能忍受这种生活 这种拥挤和禁闭的环境 的确 会给它们带来很大的痛苦 我就亲眼见过它们因为这种痛苦生活 而自残咬自己的尾巴皮肤和腿 天啊 真是太残忍了 这些貂实在太可怜了 老哥 难道你这么做良心过得去吗 就算我不养貂 也有别人养貂 只要有喜欢穿皮草的人存在 我们这行就不会消失 其实不只是貂 狐狸 棕熊和其他动物 也都承受着同样的痛苦 它们会因为受不了这种生活而自相残杀 我们其实也并不想看到这种局面 但是有那么大的皮草市场摆在那里 我不做 别人也会去做的 是啊 没有买卖 便没有杀害 这话一点都不错啊 相信如果您了解了每件皮毛衣物或装饰产品 都带着动物极大的痛苦 它们或是被诱补 或是被饲养 有的甚至还没出生就被杀死 我想您应该不会再穿着皮草大衣来炫耀了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看了这些以后 您还要购买皮草商品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